因为威廉他会跟我们全英的一对一上课吗 或者说他会用英文给我们讲课 所以我们也会用英语的思维去回答他 然后或者说我们也会就比如说想 我假如说要跟他交流的话 我不能用中文 除非我是实在不知道中文 就是英文怎么说 但是你会尽全力的说 比如说我用英文去怎么表达 I want to learn this word 就是他会去说嘛 只要你开口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怎么说呢 当你想的时候 其实也在练习英文的过程中了 然后你遇到一篇新文章的话 就说我跟他怎么说的话 然后我就读这个就这么读 就感觉会比较 特别在中国还没有英文环境 对啊没有英文环境 那你能怎么办 你只能听 就是假如说你要报班的话 你肯定要找一个全英文的环境 你还找一个中国人 然后来中文给你讲东西 然后你怎么提升英语 就你听他 你听他中文去提升英语吗 还是听他中文去教你 PTE该怎么样 我觉得PTE就不是一个 很靠技巧的东西 就是他肯定有一定的技巧 但是你重点是什么 就是接受英语环境 然后流利度非常重要 然后揪音的话 肯定就是另外一层面来说 然后再加上因为 我可以说吗 就是PTE它有基精的话 你肯定要把基精要背下来 但肯定 这个很重要 我们每个学义会这么说 对啊对啊 就是假如说你基精很重要的话 因为我一开始是属于那种 我自认为PTE会比雅思简单很多 所以我就感觉PTE好像背 背也那么回事 我大概背一下就行了 实际上你只要把那些东西 RS WFD背的拱瓜乱熟了 你语感自然就上来了 你语感上来了 R.A.还在花下吗 然后再比如说 报个Villiam的一对一啊 或者说多听听课 然后你听课的同时 不仅在练口语 然后还有听力 然后你听到 就是他教你用英文怎么说以后 然后你是不是也理解 你把他说的总结一下 是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 Listening有一个你听一段Lecture 或者说听一段什么东西 然后选Summering那个 不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有道理 对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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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